非线性科学混沌 嗨,大家好,我是蔡怡婷 这是在凤甲的各展《非线性科学混沌》 展出的是我今年的动力作品 《非线性3》描述一个输入输出不是直观、不可测得的 混沌是引用自科学的理论 说明一个线上间的交互关系 形成错终复杂的混沌状态 却又存在非线性理解的秩序 我的创作主要在思考跟与时间控制的关系 我将生命比例为不断运行的机械装置 也透过这种装置、运作的模型 在假设世界跟生命的执行引擎 作品中循环的靠带 是我对无线进程律试的一种评论 而上入运作对象的技能执行 我希望可以经由这种运行的机构 呈现纯粹的物理现象 把定律、法则能受理念而出 也像是我在对生命的一种自定义 我对世界提出一种正领听 再做一个确认的反证 而我的作品也从这种机械的石棺 限制时间到飞行性的过渡再转变 第一件作品是中垂直的跑带 用作的六角银帽 它一直在违抗重力被跑带带动向上 又向下不断翻滚的过程 它不断的摩擦耗水 也在下带上摸下自己的痕跡 横向的加速度作品是另一个横向的时间轴 小车在加速度向前行的过程 同时又在向后位移 最终因为无法承受你时间向后带动的失力 在完全失去前以后 又在一个急速倒转的状态下 产生一个巨大的碰撞 我觉得那过程它就像是在一个前进 一个已经属于过去的未来 然后直到失控、失速、然后结束全部 这里的塔坊是这次较为温暖的一件作品 它在一个倾斜的小坡道上 原地的向前行 小车的车窗上自我投射的光影 从清晰到模糊的一个自我投射 其实就像是一个人在一个自我运行的时空里 向前行追求最细腻又最真实的那一块 那第四件的混沌 它是一个光天的轨迹 在运作中去呈现时间的记录 聚恒的运作跟自身 要随机又产生出反馈给自身的一种力量 一种惯性的失利结束之后 它其实最后是一个完全单纯的物理的变量 它在这个过程每一次每一次画下的轨迹 就是有时候清晰有时候模糊 然后又因为时间的推移所以慢慢的弹药 它最后重叠相加的是一个混沌现象中 被重复重复曝光的那些累加的过程 这件作品就是在一个这样确定的不可测得中 一个小差异造成的非线性乱数变化 无尽的加点 一个混沌结果的总和 好像就是在这样的庞大市场中 可以看出它隐约的秩序 这世界作品创作的过程中 就像是在揣测生命不可测得的部分 像实验一般 我控制着微小变因 也因为真实世界极微小的差异 而存在很大的无常造成极大的变化 最后在这个系列看到的是随机 然后还有一种明智的人力 反复无常的作用在这个作品中被看到 作品中用作的线性时间 其实就是这些作品我想要呈现的 张力、失控、无法被预测的部分 这样一次又一次不断反复循环、叠加的过程 或许是最后可以被看到一种更宏观、庞大的时间路径 一个混沌状态里的失序